音樂 我覺得這個是每天新聞大家都在探討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在跟我今天這個主題也相關的 然後就是要保護兒哨的權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我相當譴責就是拍攝者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很強調的 不下載不分享 不支持不購 不觀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會覺得有點難過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事情發生 那我覺得還是讓他好好的跟家人還有受害者 還有這些他所遭遇到的問題 讓他們自己去面對 然後好好的去檢視自己 那現在很多演藝圈很多的連署修法 你們一起想要連署嗎 連署修這我不知道 哦 對這什麼 就是一些耳少熊 哦跟我今天這個主題其實也蠻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站在這個 這麼有意義的一個活動裡面 其實我的心態已經是非常的表明了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要保護耳少權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最近有關心嬌哥嗎 當然有 什麼關係 怎麼關係 看新聞 我只看新聞 對對對 你會有傳簡訊 我沒有他的理論方式 你會有 什麼話想對他說 什麼話想對他說 我不是他的家人 我不是他的親人 我覺得 他應該要好好的跟他家人說 這比較重要 我覺得我比較關注的是 要幫助耳少 保護他們的權利 其實是蠻難過的 我覺得就像剛剛有講到 蠻難過的 我也很譴責 拍攝者 這些都是很不應該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很正向的心態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還有多關注很多虐童案 這也是我們之前一直在關注的 然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趕快 用我們很積極的心 去讓這個立案 保護耳少的權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 我們周遭也有會經歷到很多虐童的事情 連我們都經歷過了 所以 我們一定要更 更強烈的去保護到耳少 因為像在國外是非常重的一個刑法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趕快的 加部 進行 去看 ち看